你 这次带来的歌是魔动传罚对手 是我们第一首让大家认识我们 记住我们 比较悲伤的一首歌 每个人不可能说 只有快乐的一面 或者说开心的一面 肯定也会有悲伤难过的一面 然后也是 一首比较慢的歌 是真正的可以让大家 静静的去听我的声音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以歌手的身份和大家见面 所以别让自己太过消丑 那个时候写这首歌是为了 想在低落的时候 稍微安慰一下自己 在失望中还是有希望在的那种感觉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好的自己和坏的自己 然后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该治愈你吧 但是我希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都不要做那个另类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厚重的一首歌 宽阔的草原 我的家美丽的草原 但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们互为这个世界 或者我每个人身边的过客 忧伤终于让我变得辽阔 一个大海就在大人这儿 被叮咕 啊 啊